彰化縣近年國中機車及國際競賽均有亮眼成績 彰化縣長卓博元22日下午 於縣府一樓視聽簡報室頒獎表揚 在今年IMC國際數學競賽成績優異學生 及全國高中數學競賽個人組全國冠軍學生 這一次IMC國際數學競賽 分成好幾個場 在國際競賽的場次 我們縣內的同學可以說表現非常優秀 在這個國際級的比賽 能夠脫穎而出 實在是非常的不容易 除了平時的功力要深厚 臨場的表現以及應變的能力 也是要非常的傑出 我們全國數學競賽楊浩雄同學 更是在全國4000位的同學裡面 能夠拿到冠軍 本來有三個滿分 那在PK賽裡面 他短短在一分多鐘 就把加分體算出來 真的是相當的了不起 我們也再次的給我們校長掌聲感謝一下好不好 給老師感謝一下 我們最熱熱的掌聲 謝謝各位同學的努力 佐縣長表示 希望藉由表揚基地學生 數學教育發展能力 展現彰化線優異教育經營績效 獲獎師生的傑出表現 不但是為校爭光 也是彰化之光 更是台灣之光 在準備的時候幾乎每天都整天都在算 然後像現在你上課 就閒暇的時間也會拿一些比較難的題目來算 就要多算 然後遇到不會的題目就不能放棄 就是盡你所能想到的東西 然後看可不可以破局 彰化線積極培養學生參與國際性速學競賽 提升縣內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 讓學生透過數學競賽 找到可以互相交流學習的平台 公益頻道林俊敏 彰化採訪報導